台大公威学院与彰化县卫生局合作 万人血清抗体调查计划 原定25日就要公布其中报告 确定时取消 引发外界揣测 资源器受检测的医护人员表示 也在等待检验数据出炉 一开始受检当然是希望可以知道这个结果 但行政上作业突然喊咖的话 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报告还是会出来的 记得是明天就要公布 为什么 数据应该都差不多了 就突然 突然喊咖 觉得要不要公布 觉得要 一定要 对 既然检验了为什么不公布 实际看怎样就是公布情节 不要说太多的运数干扰 彰化县府表示这项研究计划 由台大公威学院主导以及致应相关经费 彰化县府指示提供协助 郡仲台大公威学院取消的决定 主导计划的台大公威学院前院长张长泉表示 是因为行政作业时间来不及 研究者之一的台大公威前副院长陈秀希透露 学术研究计划都需要同侪审查 才符合研究精神 所以延后发布 但在经费与学术伦理上都按照规范进行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则呼吁 需对外说明理由让社会安心 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 那应该要公告出来 让大家能够了解 然后第二个如果说不能够来做报告的话 那也应该要把不能报告理由 详细跟大家讲 我想这样子社会会比加安心 要不然变成一个空白 那到底结果怎么样 那社会的心都会悬在上面 台大公威学院院长郑守夏表示 在学术研究立场 台湾应该有人去做这个研究 了解在台湾社区的感染率 但学术研究通常是计划完成后 接受同才审查 被期刊接受后再公开发表 加上现在衍生争议 建议等期刊接受后再公布结果 新航人亚太电视江锦安 张永婷台北章话综合报道